嘿大家好 这里是麦克云克堂 我是修康 本来我们之内于分享麦克 也就是苹果电脑的使用方法和技巧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软件不仅特别的好用 而且很多人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我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 在我的屏幕右边散落着一些文件和文件夹 大部分人的桌面都会是这种状态 甚至比我的还要乱 但是如果你需要接投影仪做演示 或者像我这样录屏的时候 就不希望桌面上有文件和文件夹的存在 对吧 一般是没有好办法的 但是现在我只需要通过右键点按隐藏 这些文件和文件夹就自动消失了 等演示完毕取消隐藏 它们就回来了 刚才这些操作都是通过这款软件叫做超级右键来实现的 我们再来看看它还有哪些好用的功能 通过新建文件 你就能快速的创建 Word PPT Excel的文档 如果你不习惯MacOS自带的剪切操作 那么现在就可以回到你原先非常熟悉的剪切流程里来了 在软件的设置界面能看到更多个性化的操作 比如往右键的新建文件里添加更多的文件类型 因为它是App Store下载的软件所以不用担心它的安全性 并且是完全免费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搜索并下载 第二个给大家介绍的软件叫做Copyless 是一个剪切板工具 简单来说它就会把你复制的每一个操作都在剪切板工具里面记录下来 之前没有接触过剪切板工具的朋友 这时候就会纳闷记录这么多东西有什么用呢 我来举两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我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在网页上面发现了一段文字觉得这会儿可能会有用 所以先复制了下来把网站关掉了 但是你没有马上把它粘贴到文本 而是可能又复制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所以当你粘贴的时候就失去了刚才复制的那段文字 你可能还要再重新打开网页重新去复制再粘贴 使用Copyless剪切板 只需要按下它的快捷键OptionCommand加C 唤醒它的主界面 双击刚才复制过的文本 它就出现在了我们编辑的文档中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双击粘贴文本并不是它自带的功能 需要通过它的偏好设置 安装一个小插件来打开 就在这里点击文号能看到具体的操作 第二种情况 比如我正在网上找资料 需要将这张图片 以及其他两个网页里的文字 复制到我的文档里 换到原先你会怎么做呢 复制粘贴 而且格式还不对 那先硬着头皮 再复制 粘贴 再复制 再粘贴 使用了剪贴板工具 你刚才的操作就会变得非常的简单 我来演示一下 开始批量的复制粘贴 现在你就可以专心在网页上面寻找你觉得有用的内容 而不需要考虑我随时要把它粘贴到文档里面 这段不错 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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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找到所有资料之后 再统一的按照刚才复制的先后顺序 粘贴到文档里面 如果要避免这种格式错乱的情况也非常的方便 只要勾选纯文本 刚才错乱的格式就恢复正常了 对于你经常需要用到的文本或者是图片 还可以给它添加到收藏 这个软件的免费版就已经非常好用了 它支持显示最近100次复制的操作 如果你有更刚的需求呢 可以选择应用内购买 解锁1000个简线版历史 无限量的收藏 以及iCloud的账户同步的功能 文件使用电脑呢 免不了跟文件 文件夹打交道 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把文件 从文件夹里面挪进挪出 那么如果你要跨越不同的文件夹 进行文件的管理就很头疼 比如现在我要在音乐里面选择两个文件 接着在影片里面继续选择 刚才选中的文件就会失去选定 我回到音乐 它就不见了 要将不同文件夹里的文件统一移动 会很麻烦 而Jobover就是解决这个痛点存在的 选择文件之后 晃动鼠标 会出现它的拖选框 我把它比喻成文件的菜篮子 在这里 它会永远置顶 所以你不管选择什么东西 它就会在最前面 非常方便进行文件的筛选 现在我们就把三个不同文件夹里文件 全部都转移到一起了 可以有条不稳的 不慌不忙的将它们拖拽到新的文件夹里 这个拖拽的过程是剪切 就是原先的文件会消失 会直接移动到新的路径里面 不用担心文件的重复 如果要把这些文件 同样的方法转移到移动硬盘 根据苹果的默认的机制 它就是复制 之前电脑里面的文件 还会在原地 除了移动本地的文件 你在网页上看到任何有用的资料 比如图片 晃一晃 它也会出来 文字很有用 晃一晃 可以把它保存进去 在你点击右键的时候 会看到更多的共享 AirDrop这个共享就很有灵性了 还可以将它们上传到云盘 并且生成一个共享链接 直接发送给别人 这个软件同样的登陆了App Store 直接搜索就能下载安装了 下载之后 有14天的免费试用 试用期结束 还可以使用它所有的功能 只不过将文件移动到菜篮子里 会等待三秒钟才能放进去 如果你觉得这个软件很有用 或者不想等待 那么直接通过App Store 花25块钱 可以购买完整版的 按下Shift Command加5 就能激活苹果自带的截图功能 大部分情况下 它的截图都很好用 但是有一个功能的缺失 会让人很难受 那就是它的截图范围 只限于目前这一块屏幕 如果你要揭取网页的长图 就力不同心了 之前有介绍的SNIP这款软件 可以进行网页长截图 但是第一 它很久很久没有维护了 导致安装的时候 自动跳出给予权限的位置是错误的 我已经被无数无数的人 问过这个问题了 然后第二 它的长截图仅限于Safari浏览器 所以现在我推荐另外两个截图软件 可以达到它相同的长截图功能 并且还有其他的新的东西 在刚开始截图的时候 感觉这个界面平平无奇 就是普通的截图功能 但是它们有一个长截图 或者滚动截图的设置 现在只需要两个指头 在车控板上轻轻的滚动 在右下角就能看到这个网页的预览 就像打印机在打印新的纸张一样 网页随着你的滚动 就慢慢的被结成了一张图片 这类软件长截图的原理 就是不停的截图并且智能拼贴 所以并不是任何网页都可以长截图的 如果这个网页有很多的动画效果 那截图就会失败 它们除了长截图之外 还可以对图片进行贴图和标注 像我现在点击大图丁之后 这个图片就粘在我的屏幕上了 它不会因为我的选择而被遮挡 永远是保持在屏幕最前端 然后双指上下滑动 可以对图片进行缩放 所以你要进行一些图片的查看和对比的时候 使用贴图就很方便 除了贴图之外 还可以对图片进行非常方便的修改和批注 这两款软件都可以从App Store下载获得 iShot是完全免费的 所有功能都开放 XNIP的图片都自带水印 永久去水印和编辑图片需要50块钱 按年订阅是24块钱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这两个软件都下载下来试用一下 再决定是用免费的还是用付费的版本 接下来这个软件我不用做任何的介绍 只要看完我的演示 很多人就会想拥有它 正如大家看到的 它会把你当前操作的程序高亮 并且会把其他的程序界面暗淡下来 这个程序就叫做HazeOver 第一能让你的注意力更加专注 不会被后面这些五颜六色的 或者这些动图给吸引走注意力 第二呢 屏幕发亮的部分减少了 间接的减少了你的视觉疲劳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看到这个功能就想要它 即使还没有搞明白 这个功能到底有什么好处 因为这都是本能的 通过双值 在触控板上上下滑动 就能调整背后阴影的暗淡程度 如果你使用的是外接显示器 同样能发挥作用 你既可以保证当前选中的程序高亮 能让另外一个屏幕完全暗下来 减少它光亮造成的疲劳 以及注意力的分散 也可以分别为当前屏幕选中的程序高亮 让注意力有地方使 我们同样可以在App Store搜索 并获得这个程序它的售价是18块钱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使用电脑的情况来决定是否要购买它 不过在你购买它之前 有一点我需要告诉大家 如果使用Command加Q 关闭了当前程序 那么高亮的界面会自动跳到下一个程序 这个非常符合逻辑 但如果你使用Command加W 或者手动点击红色的XX关闭 因为当前程序并没有退出 在左上角可以看到程序的标签页 还是刚才关掉的浏览器 并不会自动跳到后面的音乐程序里面 需要你手动点击一下才会切换 这就会造成你认知上的一个失调 那么问题来了 你既不想关闭程序 又需要关闭这个页面的时候 该怎么做呢 可以使用隐藏 就是Command加H 程序并没有关闭 只是隐藏了 而且会自动跳转到下一个程序上 进而保证了HazeOver的正常运作 如果你之前并没有习惯使用隐藏这个功能 那么需要一定时间的适应 MacOS里面没有太多的窗口管理功能 无非就是自带的分屏 以及分屏以后的左右窗口大小的调整 如果你想要有更多个性化的窗口调整 就需要依赖第三方软件了 比较出名的窗口管理软件都需要收费 我之前在节目里面介绍过 Spectacle作为免费的窗口管理工具 可以利用这些快捷键 或者手动点击 达到窗口管理的功能 不过可惜的是 经过将近十年的维护 这个软件的开发者已经彻底停止更新了 虽然软件已经停止维护 但是软件开源免费的精神却得到了继承 Spectacle的开发者推荐了另外一款软件作为它的备选 那就是Rectangle 作为Spectacle软件精神的继承者 它会有哪些不一样呢 我们打开用一下就知道了 因为它调用了大量的Spectacle的开源代码 所以在这个设置界面看起来跟之前的软件没有什么区别 还是通过快捷键来操作 它最大的魅力不在于这些 因为很多人在窗口管理的时候并不习惯去使用快捷键 而是希望通过拖拽来进行拼贴 当把窗口靠近屏幕边缘时 就会出现窗口位置的预览 松开光标 这个窗口就变成了我们想要的样子 那么随着你靠近的位置不同 这个预览的形状也会有区别 现在我光标对应的是屏幕正中间的左边 往上走 这个预览的界面就变成了屏幕的上半部分 继续移动到屏幕的最左上角 这个预览的窗口就变成了屏幕的四分之一 如果是往上呢 就是放大整个程序 往屏幕的下面靠就会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分屏 完全不用去记住快捷键 减少了太多的学习成本 更好的地方在于 当你拖拽窗口的时候 它又会复原到之前的状态 比如现在两个窗口各占据了屏幕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 那么当我使用完这个状态之后 只需要把窗口拖拽出它的范围 就自动复原了 不用你再去手动调整 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觉得呢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使用Rectangle 就完全满足了你的窗口管理的需求 不需要再去使用付费软件了 这个软件并没有登录App Store 我们可以在它的官网免费下载 其实我准备了很多软件想分享给大家 但鉴于时间有限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那种 感谢你的收看 以后呢 我会介绍更多好用的软件给大家的